會撲空 澎湖小章魚跟蔥 薑 蒜 醬油一同大火快炒 緊接著加入最重要的黑糖 這是澎湖的道地料理 但是未來就算加價 恐怕也很難來上一口 前幾年的話 這個時候廠商已經都開始在問我們說 他已經抓到了 大概我們今年要多少量 然後今年完全目前都沒有任何的通知 然後市場上目前都還沒有看到 市場上從去年一台丁的價格約2500元 喊到今年美台金3000元 但沒貨就是沒貨 小章魚是澎湖特有種 產季在每年農曆正月15到3月23號 馬祖生日之間 又被稱作馬祖的禮物 澎湖縣為了保育 3月29號到4月12號定為進補期 已經過了一個月 市場仍然就少見他的蹤影 澎湖章魚 就是最麻煩的就是部位 都還沒發育 但是我也不敢講說 資源是不是就恢復 小章魚產卵和孵化期長達半年 每次孵化量只有10顆左右 學者專家進行田野調查 數據顯示小章魚的數量 有比往年增加 但吊詭的事沒反應在市場上 叫往年度比起來大概是多了三倍 換言之 潮間帶的章魚數量或許叫往年為多 但每年章魚的生物量都有浮動的情形 也很受當年的氣候環境影響 有所改變 是漁民囤貨還是怕踩到進捕紅線 所以沒有出海捕捉 還得再追 近幾年小章魚變少 跟氣候變遷 氣地破壞 人為濫捕都脫不了關係 正值澎湖花火節 遊客要有心理準備 可能想吃吃不到 三地新聞溫暖魚 張俊瑋與澎湖